求佛 求这个什么神都去求一下 希望是来到这里 碰到或者来一个假突破 然后马上又这样 然后牛市继续 欢迎回到老铁频道 消失了几天了 因为根本就是没有行情 横跌横跌 所以我的计划真的是 等到7月第一个礼拜 看那个ETF开始交易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币到达重要的支撑 很日线的让我们有机会抄底吧 我觉得现在这段时间 这一两个礼拜就是横跌横跌 来到一些阻力打地鼠 打打打 我有开了一些空单来对冲一点 我一些现货的亏收吧 我现在只能这么做了 然后是寄望可以把亏损捡到最低 然后我还留了一些子弹 希望适当的时候我还可以发射 老肥波罗说开始的 是讲这12个 先讲比特币吧 老大的行情 全都是看老大的脸色的 老大跌全部跌 老大涨全部都是涨 只是说老大跌的时候 其他人跌的更惨 OK 你看整个行情 红红的太阳下 跌的好惨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level 就是我们可能价格 一定要回来-6万 就是5万8万5万6 这个区间 应该还会被再测试多一次 然后被测试这个level 我们只能去求佛 求神多去求一下 希望是来到这里 碰到或者来一个假突破 然后马上又这样 然后牛市继续 这个是最乐观的 如果被关的话可能走一个形态 如果走形态的话很多人一直就被消灭了 消灭了之后多少人会回来我也不知道了 可能这个是庄家想要做到的 这里有可能是走一个蝙蝠形态 这个是最悲观的 但这条趋势线不被打破之前 我不要去想这个形态 希望就是这个 5万6到5万8这个level 来一个假突破 痕一痕直接牛市继续 这样很多人还会对这个牛市有兴趣 直接砸到失望的很多人都已经绝望了 绝望就没有流动性的 那今天是不是可能没有牛市了 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走一步看一步 先看5万6到5万8的比特币 希望能够hold得住 total一样 total先看这条趋势线 这个跟比特币差不多一样的 这是币界总市值 然后希望它下来来到差不多两兆的level 这边二探 然后来一个假突破 然后牛市继续 这个是最乐观的 这个的话如果发失的话 会重演我们去年6月到8月的行情 测试一次测试两次 然后起飞 所以会不会一样呢 测试一次测试两次 然后起飞 希望是这样吧 但最悲观最悲观 就是直接砸到零 其实不是 也跟比特币走一个蝙蝠回到1.6兆 真的回到1.6兆很多山寨可能 会回到去年10月份以下的价格了 这样很悲观 比悲观更悲观的悲观 所以走一步看一步吧 先希望两个兆扣扣得住 两个兆扣扣不住的话 也不是这些摩托人 还有最后一个在这里 这个还扣不住 113蝙蝠在1.26兆 哇 看了有点悲观 我都不懂我对冲得了我全部的这些亏损吗 有点难受 USDT也是有这个可能性走一个形态 这个形态走完的话是XAB 这个是差不多618左右 上去的话走一个786或886 所以我们可能在发射子弹的level 就是当USDT靠近6% 可能是595到625左右这个区间 这里完成形态可能才会 那个行情继续的下跌 这次这个庄稼的操作真的是有点狠 然后我又看到那个标普好像有一点 标普跟纳指好像有一点硬 有点超买的感觉了 标普跟纳指也调止下来的话 那真的有感觉 可能这一波真的调止回来到这个5300 如果标普掉到5300的话很多 USDT可能会去到差不多6 然后很多币真的会跌到有点夸张 最好是你准备这个是有可能的 现在我在上几天小反弹的时候 我现在是50%先进50%先货 然后我又开了一些那个单子去做一些对冲 然后就是能够救火就能救吧 尽量的救吧 只能这样了 然后希望到当这个USDT走完这个形态的时候 我有那个勇气去接多我其他那些我喜欢的笔 这个USDT Solana也是很有可能这一波Solana会去到-100 我的目标是它走完这个形态去到差不多95到105之间吧 这边有一个那个加特底形态 如果走纯粹看ABCD的话走到886 反正就是100块左右这个level 是我要重新接Solana的level 难受难受 大家坚持一下 保留一些子弹 当它下来的时候记得砸 为什么我还有子弹我没有爆窗 也是因为我80%是鲜活 所以只能看它慢慢的把我那个 譬如它滚那个青蛙慢慢的滚 把我滚熟 OK Solana-100 我觉得还有机会可以上车的 Solana-100 然后以太坊 心目中的价格 希望是这条确实线在3200 3300里hold得住 hold不住的话也不是时间末入 它真的来砸一波 如果这个礼拜有一些什么战争 或者有一些黑天的事件发生 真的砸下来的话 2500 之前的阻力便支撑再加这个形态 这个是一个很好接多的level 如果以太坊可以去到2500的话 那比特币很有可能真的 会超越这个 5万6的支撑 可能直接砸到4万的 哇 看来有点怕了 但希望不要那么惨 不要那么悲观 去这些hold得住先 我们一起祈祷 OK OK 比较硬的币 如果你们要找一些币来对冲 我不懂这个不是很好的选择 但这个币是没有跌多少的 OK 这个币又回归去测试这个阻力 OK 下跌回踩 这个币最有空间调整的 因为它很硬 它多硬 跟老天一样硬 这个币真的要调整的话 真的是很猛的 我也不懂它会调整到哪里 但这个币要对冲的话 这个level 目前的价格很不错 其他币垫多了 这个币还没有垫多 我觉得 应该很难离失很太久的 这个可能会下来 我也不懂下去哪里 哇 下到3块就爽了 不要了先看到这里 OK 我觉得这个tuncoin有机会 回到这个支撑位 OK 很硬的币 不会永远硬的 然后调整一下 回到5块钱也是很不错的一个调整 可以考虑这个tuncoin 其他的就全部都是绝望了 不要去想那么多了 OK ADA我觉得 要回归解放前了 要回归这个 长期趋势线的一个支撑了 OK 这个的level ADA我觉得至少回到3毛钱了 它有8分可以中 8分的话是20%左右 ADA还有的跌 那么最后一波吧 让全部人绝望 那我们在这边 看要不要考虑去接它 可能 再回来这里 3分 3毛 sorry OK Matic也是 暂时没有抱着希望了 我觉得 下跌回彩没有力了 要继续的跌了 要回来这里是几乎不可能的 然后 回到哪里呢 我们去看一下 周线的一些横线支撑了 只能这样 看 真的 这次真的是 有一点悲观 回到解放前 这边 2022年7月 2022年7月 就是差不多两年前的这个支撑 应该回来被测试 OK 这边被测试的话 是多少钱 4毛6 还没有死 我买在7毛而已 一半而已 半价而已 OK OK 这个很有可能会发生 然后正来到这里的话 我会发射一些子弹 再买回我的Matic 我挺喜欢它的 还是不愿意百分百的放弃它 OK 很有可能 回到周线支撑 OK 在这个3毛7 3毛6的这个价格附近 OK 这个是Matic AIB也是全部死到很惨 3块半的这个fetch下跌到1块4了 不懂是不是套线 NVIDIA 周五的时候也是跌了一点 然后也会带动这些 这些AIB一起下跌 OK 来讲一个最惨的可能性 先画一些这种趋势线吧 这个是周线支撑 我看来有点怕怕 真的很坏蛋 真的可能吗 2毛去到3块4 17倍 然后又要跌回到-1块了 这个是周线支撑 回到4毛到5毛 看来有点痛 幸好我没有玩这个 到我的Near好不好到哪里去 改天再讲那个Near 跌了20%多了 OK 这个fetch很有可能是回来这里 回到这里的时候 -5毛的时候 看要不要重新再接它 这个装甲坏蛋 哇这个 这个fetch OK 来 Ondo这个也是跑很多的币 也是调整回来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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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没有然后了 Ondo Ondo也不会画这个线 它没有什么数据给我画 就只能讲 Ondo我觉得还是很强的币 然后只是需要调整 这个调整 这个调整也可能没有掉那么惨 这个很硬 这个背后好像听说是blackrock 支持它的 所以这个回到1块钱吧 回到1块钱 hold得住的话我觉得牛市继续吧 1块钱跌破的话我不该去想想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OK 最后两个我们来看一下 命币 PP 这个帮很多人赚钱的 这次也是要收割很多人 OK 这个PP我真的不会看 上跌回载涨 上跌回载涨 现在又回到这个之前的一个支撑变阻力区 就在这边徘徊 就在这边徘徊着 扑得活不活得住 然后如果用趋势线的话 这条线才是真正的一个支撑 所以我的猜想是PP 还有空间调整 然后会调整到 我猜啦 这条趋势线上 OK 845 还有10%多20的一个潜在调整 这里才是我觉得 超级比较安全的地方 目前这个蓝色区 我觉得hold不足了 OK 等这个level吧 OK 就只能讲了 最后一个weave 这个也是帮很多人赚钱 现在又要回归地球了 这个weave我猜它会走一个形态 很多币要走形态了 我觉得比特币这个趋势线可能hold不足 5万6 5万8 真的可能走一个形态去到4万2 哇 这次套死全世界 那真的底部是7月份还是8月份 我也不知道了 OK 这个weave走一个加特里吧 618的B点 下来 哇 这次真的这些大挑战走完了 很多人已经被消灭了 都已经 对这个B界没有兴趣了 所以 只能说留一些子弹 下来的时候 要有办法 把你的平均加拉低一点 目前可以选择对冲一下 或者你只是现货的话 你留一些子弹 等它这些形态完成 你看你要不要去发射一下 116左右的weave 很有可能 在不久的未来会发生 这是日线的一个形态 好啦就说到这了 祝大家好运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了 流量 低渐了 因为很多人已经爆仓了 然后 希望那些还活着的朋友 我们一起坚持 年底还是觉得 一片晴朗 我们要先活到年底 给大家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